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世家代表人类阵营出战 西服神河为一体化为原本的样貌 在人类和众神关系还亲密的古代亚洲 一些神明为了守望人类 会选择置身于人间中 当时还没黑化火力满满的灵符 正出发要去看看人类 在途中看到一只掉下来的小鸟时 就爬上树想将它放回鸟巢 鸟妈妈以为是天敌驱赶灵符让它掉下树 尽管让它吃痛了 但看到鸟幸福的样子 灵符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个比谁都还要善良的神 蹦蹦跳跳来到人类的村庄 眼前的一幕却让它大吃一惊 这些底层的人类被生老病死折磨 不幸的场景急得灵符原地哭起来 它突然就想到什么 既然人类是不幸的存在 那么根据不幸的源头就能让它们变幸福 只见它来到一个病重的男孩前 手掌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男孩的不幸吸入自己体内 男孩也奇迹般的痊愈 甚至还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跑动 人类纷纷跪拜这位伟大的神明 而这也是灵符救济人类的方法 通过吸收不幸来让人类变得幸福 无止尽的吸收各式各样的不幸 然而过了几年后 灵符因为吸了太多不幸 身体已经被大量的黑气给包围 持续不断地吸收让它被痛苦折磨 却坚持要去看人类过得是否幸福 然而它却不知道人类的本质 它越吸收不幸 人类就越是会迷失幸福堕落下去 全身无力的它被男人给撞到 才看到对方就是当年的小男孩 没想到男人却根本不记得这位救命恩人 还嫌弃全身肮脏的他 灵符的世界观逐渐倒塌 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被救过的小鸟认得灵符 刚想靠近就被黑暗的不祥之气给吓跑 却还是不明白为何这些人类没变幸福 一群村外的人刚好落过此地 队伍中甚至还有动物 世界观崩塌的灵符立刻认为这些人类 也是要拜托它来吸收不幸才来到这里 其中一人向世家索要一颗豆子 还是人类的世家直接给了他一大把 这些人类明明一副穷酸样 但每个的表情都散发出幸福的光辉 而且也看起来非常满足 灵符大喊让世家站住 口里不断重复着为什么 明明自己那么努力吸收人类的不幸 但他们却一点都没变幸福 世家听后说吸收不幸是错误的 所谓的幸福并不能靠别人给予 而是要靠自己去得到 这话让世家的信徒越来越多 反而灵符却彻底被冷落 看着自己的职责被抢 完全接受不了的灵符 痛哭就跑掉 也让他对世家这个人类产生嫉妒心 明明那么努力却还是没回报 心生怨恨的心感 让他从原本的爱转化为憎恨 灵符就是这样彻底黑化的 斩头就要杀掉路过的无辜人类 但看到保护孩子的母亲 灵符用最后的理智压制着自己 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芒 分裂出欺福神才没对人类下死手 但他们却还是对世家有所怨恨 准备找个适合的时机向他复仇 而这一刻也终于到来 世家抬脚就是一腿 痛得灵符原地跪下 嘴里一直叨到自己很不幸 对着世家砍下却被轻松躲过 再次挥起斧头又被躲开 灵符展开猛烈的攻击 但都无一例外被世家给闪避 强烈的不幸情感让斧头长出眼睛 而且还变得更加巨大 咒死解释斧头会吸收不信 吸得越多就会变得越大 其破坏力也会更猛烈 灵符助跑跳起来 猛烈一砍又被躲开 可怕的破坏力竟直破坏到观众席 而且对灵符来说 自己的攻击被躲开也是一种不幸 换句话说世家越躲开 灵符的攻击力就会越强 世家往后一跳躲开攻击 一脚带手拍了拍称赞灵符的武器 女武神让格磊注意世家的动作 才察觉他不是在躲避攻击 而是在对手攻击前就行动 因为世家早就知晓灵符会如何攻击 但他并非像小四郎一样预测攻击 而是能通过双眼看见未来 以此来退到安全的位置 世家迅速靠近打中对手的下巴 灵符陷入被动不断挥动大斧头 但都无一例外被世家躲开 完全就只有挨打的份 被吊打又打不中对手的感觉 让不幸的情感越发强烈 黑暗的不祥之气持续散发出来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下 巨大的黑影笼罩着世家 化为那无法躲开的武器 看着巨斧逐渐落下 世家没选择躲开 手里的六道棍发出光芒开始发生变化 等巨斧完全打下去时 灵符还以为自己赢了 但世家早已将六道棍化为盾牌 毫发无伤挡下攻击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